如果时光能重来,迷雪会千方百计阻止妹妹雪梨进演一圈,走过半生,姐妹俩在这个纸醉揭迷的世界浮浮沉沉,至今未婚,她们经历了人生百味,圈里谁是人谁是鬼,没有谁比她俩更清楚,本期的波龙絮叨叨就带你走进TVB著名姐妹花回忆路,迷雪原名颜慧玲,雪梨原名颜慧玲,没错,她俩是亲姐妹,相差十岁,你觉得谁长得更漂亮,迷雪是家中长女,从小就很会看人脸色, 而且在保护弟弟妹妹上,她总是冲到最前面,所以迷雪的性格圆滑,争强好胜,而雪梨作为家中的小女儿,从小被浇灌,所以脾气固执又任性,这就导致姐妹俩虽然留着同样的血脉,但性格截然不同,人生也会有相反的走向,迷雪进入娱乐圈纯粹就是因为喜欢,那时她只有14岁,母亲再三强调,学表演可以,但不能学坏,尤其是在读书这件事上,千万不能放弃,迷雪牢记在心,白天读书,晚上学表演, 日子过得充实且开心,1975年,她拍了自己的首部电视剧,之后武侠偏盛行,为了不掉队,她苦练武打戏,导演要求每天练习踢腿50个,她就练100个,终于情学苦练了她成为港剧中的第一任黄龙,创下了百万收拾奇迹,而她成为当红的港剧一姐,此时的成龙还是一个武士,地位卑微,但谁曾想这俩人居然谈恋爱了, 那时成龙顶着巨大的压力,因为迷雪可是重心捧月的女神,而她啥也不是,后来迷雪所在的电视台倒闭了,而成龙却渐入佳境,被公司安排去美国发展,异地恋的结果就是,他们之间不仅隔着太平洋,还有一个更甜美的邓丽君,迷雪还是从报纸上得知男友移情别恋,实在是可笑至极,收拾好心情后,迷雪对待感情更加谨慎, 尤其是娱乐圈这种虚无缥缈的爱,就是这个时候,妹妹雪梨也准备进军演艺圈,她的理由是,对学习不感兴趣,想跟着姐姐混社会,她固执又任性,迷雪只能点头,但她不知道这个决定,直接把妹妹推向了礼墨仇事的人生,点个关注,咱接着往下聊。 雪梨刚入行的时候,确实比别人起点高,因为她毕竟是收拾女王迷雪的亲妹妹,虽然未参加过任何培训,但人家一出道就搭档周润发,跑龙套根本不可能, 因为有姐姐入宫,外加长相好,刚出道的雪梨就被定义为天才少女,拍的热剧一步接一步,假以时日肯定会超过姐姐,可惜雪梨是个恋爱脑,她的固执在感情上体现得淋漓尽致,24岁的张国荣和16岁的雪梨恋爱了,因为女友年龄太小,张国荣对她保护得很好,后来哥哥发现雪梨太任性,于是相处了不到一年就分手了,在雪梨心里,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,她看似比姐姐幸运,其实不然,姐姐初恋遇到的是成龙, 她教会米雪谈恋爱要谨慎,渣男遍地势,而雪梨初恋是哥哥,温柔体贴,让雪梨对爱情充满了各种不切实际的幻象,和张国荣分手后,雪梨又搞了两场风花雪月的爱情,让见惯大风大浪的港媒都有点消化不了,终于雪梨惹祸上身了,这个人就是徐少强,电影里的大反派专业户,两人年龄相差15岁,这段恋情姐姐米雪一度强烈反对,可满心满眼恋爱至上的雪梨, 哪能听进去姐姐的劝阻,终于她怀了徐少强的孩子,本以为一男人会马上娶她,没想到人家原配找上了门,雪梨这才知道自己被三了,徐少强不仅结的婚,还有一个10岁的孩子,被媒体曝光后,雪梨五星金莹的育女形象一夜崩塌,此时她才18岁,大号的前途就这样结束了, 由于年龄小,根本没有明辨是非能力的雪梨,信了男人要离婚的鬼话,默默把孩子生了下来,并勇敢承担着一切后果,因为她相信王子已骑着白马,在赶来的路上,1986年,上了一档的雪梨,又为徐少强生下了第二个孩子,姐姐气得都快欲哭无泪,在米雪的威逼利诱下,徐少强决定和雪梨领证,但在登记处,男人说出了个最扯的理由,忘带离婚证明了,此时雪梨终于看清了男人的真面目,徐少强这一辈子, 有过四个女人,五个孩子,雪梨只不过是四个女人中的其中一个,连妻子都算不上,保受伤害的她带着两个孩子远赴加拿大,她决定暂别娱乐圈,等孩子大了再回来,姐姐米雪专心搞事业,妹妹雪梨专心搞孩子,米雪最红的时候365天,有200天杂志封面都是她,刘松仁和万子良都是她的最佳拍档,而妹妹雪梨365天天天都在反思人生,她慢慢沉淀下来,再也没有小姑娘的灵动,心里眼里都嫌, 也许是受姐姐影响,在加拿大调整了几年,她就带着孩子回港,和姐姐一样,拼事业,此时无限正在筹拍神雕侠侣,原定的慧英红颜里莫愁,可惜她来不了,由米雪推荐,雪梨就靠这个角色重出江湖了,虽然她再也回不到往日的辉煌,但只要有角色,只要让自己忙起来,雪梨还是很开心的,一母同胞,却有两种不同的命运,姐姐一生圆滑,走的每一步都不会让自己出错, 小心谨慎,妹妹多情固执情绪化,让自己吃尽苦头,那现在两人仿佛统一战线,都专心搞事业,一天跑七八个剧组,只有事业才能让女人快乐,确实女人忙起来,眼里根本容不下男人,你认为呢? 评论区聊起来关注,我怕你想看TVB的时候就真的找不到我咯